西梦瑶小富鼓起一四三胎 独自就医何游君拒绝陪同 2月24日有媒体曝光了西梦瑶现身上海某医院的视频 视频里面的西梦瑶身着棉服 紧紧地捂住了自己的肚子 好像是怕别人发现什么端倪 很多人都质疑她是不是又怀了三胎 2019年西梦瑶嫁给何游君 没多久以后就生下了赌王家的长孙 在儿子还没有满两岁的时候 西梦瑶又来到医院做产检 并且于2021年的11月官宣了产女的消息 现在女儿生出来还没有四个月 如果再次怀孕 西梦瑶这个豪门媳妇做的的确是非常合格 不过就在前几日之前 西梦瑶还晒出了自己在家里健身和锻炼做瑜伽的视频 如果真的有了孩子 想必也不敢做这么危险的举动 很多网友都感觉以西梦瑶这股拼命精神来说 哪怕是现在没有怀孕 估计三胎也在路上了 毕竟西梦瑶本来就比何游君的年纪大上不少 如果按照四胎的要求来说 她至少要生一个足球队出来 现在拼三胎还来得及 当年结婚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质疑 西梦瑶只是和何游君拍摄了结婚照片 却根本没领结婚证 生下孩子也是为了稳住自己的地位 从西梦瑶要进入赌王家族以后所做的事情中 的确可以看得出来 她拒绝在参加娱乐圈中的任何活动 而且是一直待在家里养胎养孩子 当年如果没有赌王即将病危 并且西梦瑶肚子里又是一个男孩长孙的情况下 四胎可能也真的不会让西梦瑶进门 现在对于她来说 唯一能够稳定自己的地位的东西可能也就只有孩子 很多网友都认为西梦瑶这生的根本就不是孩子 而是争夺资产的本钱 哪怕之后她和何游君的感情出现变化 光是这几个孩子的抚养费 就能够保证她一辈子一世无忧 也有网友认为西梦瑶和何游君二人应该是真爱 她嫁入豪门自然就要承担豪门媳妇的责任 生孩子对于西梦瑶来说或许也是一种幸福 大家认为西梦瑶是不是真的有三胎了呢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